這個專欄之前講一下 很簡單講一下背景 很多人的願景都是讓台灣成為全球的ICO重鎮 那到底是誰來做呢 是NGO、NPO、還是企業、還是政府 或是媒體、或是群眾 那事實上這個計劃就是希望能夠打造一個道場 能夠共建一個ICO友善環境 然後這個我們希望以一個 就是去中心化自治組織的方式來做 要做這件事情 那要做這件事情其實有很多快的要做 包括技術、程序跟制度 還有政策跟法規 可是這麼多事情都要做的情況底下 有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就是人 一定要有人才能夠做這些事情 所以當所有事情都很重要 需要發展的時候 那同時一起做就做不了事情了 所以我們會從這個社群 就是人開始建立 那原因是因為人跟人的互動價值還沒有辦法被機器複製 像我們現在在大宋這樣面對面的互動就是一種 問題是圈子裡面沒有人 根據最粗略的估算 2017年在參與這個加密貨幣區塊鏈ICO的活動的人 最初的估算大概是25萬人 到了2018年也不過是30萬人 也就是說100個人之中不到2個 而且一年只成長20% 按照這樣的速度是沒有辦法把台灣變成一個ICO重症的 所以我們的目標其實還蠻大的 我們希望在2020年底之前我們能夠成長到750萬人 那我們就有足夠的母群體能夠形成 所謂的Test Force任務編組 那我們的目標是希望達到三個人裡面有一個 就能夠共同關注相關的議題 那我們開始的方式呢 是先從實體聚會舉辦開始 也就是Dowjong的實體聚會 實體聚會其實就是這樣子想好了 有場地活動 有場地可以辦活動 活動可以帶來人 人可以擴散這個內容 如果要最大程度促成圈內活動 跟擴散活動產出的話 其實我們的做法是 去媒合場地組跟活動組 透過Dowjong的這個自由聚會授權 如果他願意活動的內容產出 可以開放授權 他就可以自由使用這個場地 那日後我們這件事情還可以寫入 這個智慧契約裡面 那同樣的這件事情還可以模仿TEDX的做法 就是Dowjong可以變成DJX 他也可以複製出多樣化地區性的聚會 那同樣的這件事情之後 還可以用區塊鏈上面的Token來激勵 跟獎勵場地組跟貢獻者 那他這個是資源本位的 就是提供場地跟技能 你就可以累積這個Token 那最後就是說 其實有一天可能Dowjong他不負存在 但是希望處處是到場 那最後也就是說 其實不用選市長 也可以做這麼多事 是吧 谢谢大家